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不期然间居然逐步出户 就被一位旅游大神领到了隔壁俄勒冈的深山雪径当中 仿佛瞬间打开了家中的天窗 让俄勒冈的风夹杂着雪 一股脑地灌进了房间 好蓝的天 好厚的雪 还有那可爱的胆感落在人类掌心的小小小小鸟 西人不求仙 这位大神真够胆 一部野性狂放的钦佩之吉普 和一个架在车身上的软顶帐篷 就敢不视大雪的警告 风山的禁令 敢在大雪莫西的山路上放怀前行 为的就是要在这个白雪矮矮 无人空旷的野外搭山之中 挑一个视野宽阔的地方野营 享受天地独我的空间 拥抱无人构大的自由 请注意野营不是露营 因为露营地的条件通常很好 场地有专人职守 除了帐篷之外 其他的设施都齐备 有灶台有水源 野营则属于原生态 运气好的话 不仅有个厕所 仅此而已 踏雪入九天 古代的中国人遵入深山 大都是探忧寻觅 求仙变单 逃避凡尘 寻找自我 如说文解词中所提到的 神字拆盖就是 是和身 象征老子所说的道 也就是庚古既有 无始无终的天地之源 仙字拆开来 就是人和山 意味着人类顿入山中 依靠修行 得到长生不老的天地艺术 然而不同信仰的西方人在野外 就简单多了 没那么多的知乎者也 繁门语节 从古到今 不是狩猎 就是露营 总之都是放飞自己 扔掉束缚 自我充电 拥抱原始的传统周末方式 露营一词 其实源自于日语 而日语的发音 神似英文字 Camp 因此 中国最近流行的RV房车 或者说旅居车文化 就是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汇 而实际上 开着旅居车出游 只能算是半路营 只能在成绩之间漫游 到了荒山野岭 没有配套齐全的RV营地 如果再碰上恶劣的天气 就彻底携菜了 不少美国人 都偏爱吉普的木马人撒哈拉 他堪称经典传世 淘气硬朗的身板 就像二战德军的军服 傲娇 鹦鹉 百战不厌 吉普 是人类穿行于高山密林之中 无畏攀山社主 可以信赖的野外伴侣 这位旅游大神 自不例外 车顶 就是可伸展的帐篷 后车厢 打开来就是厨房 各种的收纳 应有尽有 军工产 战术刀 水净化器 雨棚 登山绳 手电筒 美快 甚至一览中山小的 大江无人机 都能开上用场 山中方三日 一个人的山上 除了漫天的雪 和呼号的风 就剩下漫无边际的 高大松林了 空旷的仿佛只有 人与鸟 成了这方原始天地之间 为二的活物 这样的夜晚 一个人的灵魂 可以肆意地漫无 因为没有灯光的话 已经跟整个无边的世界 融为了一体 这样的空间 一个人的烦恼 可以随便地跑洒 因为强劲的风 如果没有帐篷的遮挡 连人都能吹得迅速 失去知觉 化为永恒的空旷 或许 有的朋友不会明白 影片中 北美的小鸟 真的敢飞到人类的手掌心吗 答案是当然 前提就是彼此的信任 就是要在你手中 先放上一些鸟食 一来二去 你就算不放鸟食了 吃不到东西的小鸟 也愿意在你的温暖的手掌心 一边撒娇 一边歌唱 天地人合一 是可行的 只要在这样一个 山水纯净 新地纯净的原始环境 穿越四千年 从影片中 新闻感觉 所有画面之中 最美的一刻 是清晨 是打开帐篷的一刻 几乎伸手可及的雪风 美得如同家中画框里的 雷尼尔风光 冷峻挺拔 如同展开了立体 而寒测的怀抱 等着我们去拥抱 雪后的云天 如同大口呼吸的 清烈的空气一样 可以新陈代谢掉 所有思想上的杂质 让人与自然 就此合一 雪山之巅 没有边界 只有时间 从不同的视角 仰看 复远处的同一个雪风 就像在不同的视角 审视爱人的一皮一笑 一样 美不胜收 寒冷的天气 让人的大脑高度的清醒 让人的视野 不再飘忽发散 这不就是人类 终其一生想要的 inner peace呢 老子说过 舔淡为上 圣而不美 就是这个道理 西人不求仙 踏雪入九天 山中方三日 穿越四千年 青人张朝 在《幽梦影》中提到 能闲 世人之所忙者 方能忙 世人之所闲 闲 则能读书 闲 则能游民善 这位旅游大神 在闲的时候 一个人就承包下了 一整座白色的山 以及漫山的雪 短短的三天 却仿佛跟 亿万年前的地球 苍茫依旧的根骨 握了一下手 冲了一下电 您想要来这么一次 一个人 与天地对话的机会吗 您如果想要了解 完全不同视角的话题 以及独家简明的分析 可以通过订阅或者搜索 继续观看更多更精彩的新闻视频 如果您认同新闻 不妨一道拥抱名山 拒绝平凡 为新闻点赞 有点赞 你也要不要